好 这个是罗斯松了吗 桃园地院刑庭审判长林慧芳 他被指担任法官期间 大量判决审理中的案件 让报表上未结案的数字减少 那么升上审判长之后 案子在打散分案给其他的 年轻法官 让接手的法官很傻眼 不知道该怎么办 这件事在法官论坛掀起讨论 由法官形容司法史上 最大的丑闻 当事人林慧芳 公费赴美金秀一个月 下周一回到台湾 群安现在却由高等法院 在做调查